剛剛相關程式碼是在這個數學函數裡面的第11單元 藍色這個打開來就是了 然後再來呢我練習檔案是在 這個我們的範例檔裡面的第4單元 就是這個數學函數在這邊011這個 那我放雲端那個是Google的試算表 所以我建議從這邊開比較沒問題 那再來的話我們剛剛已經透過TrackGPT幫我們寫出來程式啦那當然我把它貼到這個雲端白板上面 這邊甚至我有把那個TrackGPT問的問題把它貼上去啦當然你不一定要完全照我的方式去敘述啦 那我是很平膚直序的我想到什麼我就寫什麼當然我開頭一定是 請幫我寫一個什麼什麼的程式 所以呢如果我要寫VBA程式我就寫VBA程式如果我要寫一個是 像我其實還有教Python 所以我就跟他講說請幫我寫一個Python程式 他也可以把Python程式寫出來 而且寫的也都跟這個一樣有水準 所以我覺得是蠻好用的 不只是對你們好用 但對我來說也蠻好用的 有時候 想要花很多時間 如果他已經幫我寫個 大概的一個架構的話那我拿來改一改就好了嗎 我就不用再花力 所以很多工程師現在也輕鬆了 對齁 如果 甚至我願意 就是需要花一點錢啦我覺得也是還蠻好的因為 他那個 Plus的版本要每個月20塊美金 如果你每天都有幫助到的話那我覺得花一點錢應該 是值得的啦 所以他會幫我產生這些程式 而且甚至沒有BUG 但是他的程式我剛剛講過就是 太廣長了 所以我的習慣 因為我個人的寫作風格 第一個程式能短就短 有沒有 所以我盡量縮短不要的都把它拿掉 第二的話呢 程式越精簡越好 所以又短又精簡 對齁那當然是最最好的 那再來的話呢 程式的寫作邏輯 越直接越好 越好理解越好 不然的話像有些程式你繞了半圈之後 結果一樣 那問題很難理解 的話 那我就不喜歡這樣寫 所以 這個是每個人寫作風格啦 我想你們慢慢可以慢慢養成的話 你也可以寫出你自己習慣的寫法 也就是程式 不見得每一個人寫出來都一樣喔 你寫的跟我不一樣 其實 沒有不可以喔 我是覺得OK啦 你不要完全 解釋說啦 要怎麼寫 可能你要有自己一套自己的寫法 那我也把剛剛精簡的程式 把它放在這邊 不外乎就是把不需要拿掉啦 我大概就拿掉什麼 拿掉那個 這個這個 那個 宣告 然後點Value也可以拿掉 這樣程式看起來就清爽很多了 另外的話呢 這個 QRGBT上面都會有一些 說明 OK 大家好習慣喔 不過有的時候如果 怎麼講 說明的太多反而 好像也有一點點 太over了 所以如果你覺得這些 註解對你來說 你都看得懂你可以把它拿掉 覺得也沒問題啦 那接下來我來講一下我自己的寫法 我寫的方式跟他寫的不太一樣 他是先定義一個範圍 有沒有 set這個範圍的物件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個ratual range指的就這個範圍 那你說老師那你可不可以不要乾脆不用不用宣告 我直接把這個拿到這邊來可不可以 特別注意喔 可以喔 所以 如果你還要再精簡的話 其實還可以精簡一下就是 剛剛的寫法有沒有 這邊set他喔 其實你可以根本不用宣告他啦 你就直接把這個範圍 直接放在這個ratual的位置 然後這一行 也都可以刪掉了 我要更簡單了嘛 要弄弄看 如果你不確定啦 再把它delete掉 有沒有 然後再跑一下 有沒有一下嘛 對不對喔 OK那如果可以 不要掐那幹嘛掐 對我覺得這個有的寫寫寫寫的 真的 太囉嗦了 但是你會發現很多書上 他教的都是用 就是set這樣的方式在寫 你說有錯嗎 也沒錯啊 跑照跑啊 沒關係啊 可是說你如果不喜歡看到這麼多程式碼的話 其實是可以拿掉的 OK喔 好 那另外的話呢 寫 程式除了說呢你可以寫一個什麼 寫一個range之外 那如果你不要定義範圍嘛 像他是先定義範圍 然後再開始把一個 一個的儲存格拿出來 那我不要範圍啊 我直接指到那個儲存格就好了 對所以如果我寫的話 我會怎麼寫呢 假如是我來寫的話 我會這樣 我可能上面一樣好了 假設引用他 叫total 我記得我好像 我取的變數名稱 我的變數名稱叫sum 有沒有 所以如果假設你不喜歡這個名稱 那你是可以把它改成叫sum sum等於0 然後如果我不喜歡這個方式的話 我喜歡用for 還記得吧 我之前寫的方法 比較不一樣 fori等於多少 第2列有沒有 到第10列嘛 然後enter兩下打一個nets 這樣子實際上也是同樣的道理啦 只是說他是一個範圍 再逐一個取出來 那我是直接跟他講哪一列 那所以呢如果我要取得那個資料的話 那一樣嘛如果 如果什麼如果 如果我要取得那個 那個儲存格 我先打laps 那個儲存格就sales sales哪一列嘛 第i列的第幾欄呢 第a欄嘛 有沒有啊其實用這個方式來抓這個資料嘛 抓過來之後呢再取他前兩個字 所以0.2嘛 如果等於苗栗 所以後面這個是一樣的 有沒有發現喔 然後呢 把這兩個字先抓過來 甚至後面的程式都一樣啦 甚至後面的程式都一樣啦 乾脆我就直接call他就好了 我這邊call過來 有沒有或者是 他的 這個不一樣 這個把它搬 這個 這個換成這個 那結果 尾巴 我習慣先if 然後enter兩下 打一個and if 所以有頭有尾啦 我的習慣是 頭尾先打好 否則的話 很容易有頭沒尾 有沒有 常常同學打完之後 忘了打and if 或者打了forz 忘了打net 所以我乾脆這樣好了 頭 跟尾一起打 然後把程式寫中間 這樣的話呢 比較不會出錯 好 那一樣嘛 這邊是 total 等於 他這個寫法是 那我改成sum 所以我改成什麼 我叫sum 等於什麼了 sum 自己本身 再加上呢 他用offset 那我用什麼 其實 這個很簡單 我直接把這個儲存格 的a欄 改成什麼 隔壁這一欄 那隔壁這一欄 對 直接改b就好了 這樣我不用多一個offset OK 不過你想說 那老師那我如果一樣是a 那我可不可以 用offset來來做 其實也是可以喔 如果你這樣子 A的offset 一欄的資料 其實這個的結果 也會是b欄 可是好像沒有比較簡單嗎 寫這幹嘛 你乾脆改個b比較好了 不用offset啦 OK 我覺得這樣寫應該會比較清爽吧 應該可以懂的意思吧 有沒有感覺 那最後一樣 把資料 結果呢 把它放到那個什麼 放到這邊來 那這個寫法跟這個一樣 只是變數一樣 我是把它改成sum 有沒有 這邊把它改成sum 好 寫完了 所以 執行看看 結果一不一樣 這個把它刪掉一下 如果OK的話 那表示應該也沒問題 沒問題 答案一不一樣 一模一樣 那你說哪一個比較簡單呢 其實 如果你用 Range 也OK啦 只是我覺得兩個比較下來 好像這樣的寫法 應該會 比較 少打很多字吧 再怎麼樣 也 會精簡蠻多的啦 OK 以後 兩種方法你在 書上也好 在網路上也好 都會看到 而且網路上書上 都不會寫這麼精簡 我每次打開 書上 寫的書 我都覺得 明明可以寫 一點點 你就怎麼會寫個一頁兩頁都還沒寫完 這很奇怪 難道是因為 想要多賺一點稿費嗎 不然書太薄 賣貴一點 沒辦法 OK 所以一定要把城市 寫了那麼長 OK 那當然城市沒有人喜歡寫這麼長 所以 你要能夠縮短 盡量縮短 然後結果一不一樣 結果一模一樣啊 沒什麼差 因為你反而寫城市寫越攏長 相對的 你可能會耗用的資源越多 所以有時候跑的反而沒有那麼快 OK 好啦反正這個是比較一下 我這一段城市嘛 有沒有 也一樣放在雲端上面給各位參考 就這一段嘛 對這一段 宜蘭 在雲端白板上面第三頁 底下 這個是我寫的啦 其實差別應該就是這個回圈方式啦 其他也沒什麼差別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你們也可以順便比較一下 OK 那當然呢 寫城市裡面我覺得 最難的啦 最難的部分應該就回圈啦 回圈這個敘述啊 如果你可以 過得了這一關的話 以後應該 想要寫什麼就比較簡單了 一般都是回圈裡面會多加邏輯判斷 也就是說呢 他可以逐個逐個 你給他一個範圍 他就會逐個逐個去幫你做一些事情 什麼事情就由你約定嘛 邏輯 我們這個邏輯是 如果他的 前兩個字用laps 兩個字抓過來 等於苗栗或者是 宜蘭的話 那你就這樣去 你說如果 老實說還有第三個條件怎麼辦 可以啊 宜蘭後面再一個偶爾 如果第四個再一個偶爾 反正他可以一直串下去沒關係 你可以多條件OK的 那用這個方式就可以取代很多人力啦 因為以前如果用人工來做邏輯判斷 真的 應該 不是很恰當 除非那個資料很少 可是資料再怎麼 少我覺得 應該 現階段來看 總會超過百千筆的話那當然也還是不適合用人工 所以這個可能就是在 把對應的層次寫出來 那寫層次的方法 如果上課沒教到沒關係 可以善用Charge VT 但是Charge VT寫出來層次 比較 沒那麼精簡 而且比較冗長 那我這邊 主要是教各位 如何把 你 他寫出來的東西 你可以把它做一個精簡 然後或者是可以寫沒關係 如果你覺得說 用那個For each Sale In那個Range的寫法 你不喜歡 那你可以寫成我的方法 叫For I 等於第幾列到第幾列 的這樣的寫法 兩種寫法兩可 OK 但是我個人還是比較喜歡 寫For I 等於什麼什麼 哪一列到哪一列 這樣好像感覺比較直觀 那InRange的畫面 你要先把那個Range框起來 好 試試看 然後